是否這邊幕僚單位建議就是由新老師先代為主持這一次的文資會 那如果委員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接著請我們的幕僚單位報告上次第85次的一個會議記錄的一個宣讀確認 因為我是白頭髮所以相當被指定代打 那因為主任委員副市長因為他外面有行程 局長今天好像有事情也沒有到 所以我們現在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議程的這個報告 好 現在請議員單位帶來宣讀 第85次文資審議委員會等會議記錄的宣讀 報告案 案1 新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條第15條試用及操作 結論 同意備查 為人請文化局辦理下列事項 經文資委員會或市政會議決議通過後辦理 1 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之操作 請納入新婉照委員之建議 文化資產之價值並非僅以建築年期作為評估標準 而是與重要人物歷史事件之關係 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及建築意義等作為價值評定基準 請文化局邀集府內相關單位於一個月內 擬定執行方法並鼓勵建築專業團體、地方文史團體提供值得保存之建物 2 有關公有建造物興建玩具 預50年以上與處置前之文資價值評估機制 請文化局新型擬定市府內部機關管控流程 供管理機關參考執行 3 若文資委員名額為達上限 可修訂納入文化部代表 必立互相交流、共同研議文資相關事務及法規 4 有關文資委員迴避部分 在文化部未明確立法規範前 請文化局先行提出因應原則 這部分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文化局接下會再邀請讀法局等相關單位來召開會議 有關文資價值的評定基準 在古蹟指定以及歷史建築的登入廢紙審查辦法裡面有相關規範 我們後續也會再發文各一級機關 告知文資法的新修正第15條的規定 有關文資委員迴避的部分 我們有召開了兩次的文資審議的經進方式專案小組會議 有邀請共產委員做一個討論 後續再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再來是審議案案一 西湖籃球廠歷史建築登入旅遊及公告事項審查案 結論請一新委員晚教建議暫行補充登入旅遊 並請本案召集人協助檢視後 再提送本委友會審議 案二 上新北街三西巷53號糧食局倉庫 歷史建築登入旅遊審議案 結論本案應涉及本建物支出入通道 請文化局邀及文資委員辦理會刊 並確定實際保存範圍 本案已經在10月12號辦理了現場會刊 案三 市林區市林國小圖書館 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市林國小圖書館 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後續請分案審議 請文化局補充市林國小中山堂的相關歷史資料 案四 歷史建築南蔡園日式宿舍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歷史建築南蔡園日式宿舍群等三處於95年文資審議時 即肯定具指定古蹟之價值 為應當時時空背景關係登入為歷史建築 本案原則同意歷史建築南蔡園日式宿舍群指定為古蹟 有關其坐落土地範圍指定理由等事項 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本案後續修復時請文化局建立監督機制 有關文化景觀賦稅議題 請文化局邀請本府相關單位交開延商會議 案五 中正區博愛錄148150號文化界價值審查案 結論 請文化局都市發展局就本案如何兼顧區域風貌保存 及民眾權益等開會延商後 再送本委員會審議 以上 對於上司的討論 這個會議的紀錄不曉得 有沒有什麼 有建議修訂的 有關於第一個議題案一 報告案 回避的問題 現在新的規定 因為回避有幾種方式 其實 原來相關的這個 這個單位 過去的回避大概是不參加表決 好像過去的案例是這樣 那現在文化部不曉得是怎麼樣確定規定 可能要明確規定一下 因為它需要還是有相關單位 也有相關的報告 也有提供 有足夠的資訊 我現在文化部好像比較榮統 這一點我想也可以再確認一下 那其他 那個 不曉得那個委員 有沒有什麼 這個意見要提出來 沒有 我們就要 那我們就到今天的議程再繼續 報告案一 市令古蹟新芳村茶餅開幕營運執行報告案 接下來是由我們文化局的文化資源科 來做一個檢驗的一個報告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宇輝代表 大家午安 那接下來由文化局文化資源科 來就市定古蹟新芳村茶餅開幕營運 進行一個報告 請下一頁 請下一頁 那新芳村茶餅是文化局在4月29日 跟新芳村建設公司完成點交 那當時的任務就是設定在今年的9月20日 就是辦理開館的一個記者會活動 那同時就隨即就是整個新芳村茶餅就開館營運 那文化局這邊就如期有在9月20日有完成 那當天是由陳副市長 那就是會同王家 然後新芳村建設公司 還有搭造成相關的一些文人 朋友 大家就是舉行了開館的一個記者會 那隨即就是辦理開館 那在左邊的部分就是 就是就西芳村茶餅的各個樓層進行介紹 那一樓的部分是結合現在茶餅它現有的這些培養坑 還有一些環境在進行展示 那呈現出那個大稻埕跟那個當地的歷史 跟茶產業的一些相關的故事 那特別是在靠近後端的部分 我們就用標珠的一個小賣所 那結合這個多媒體的一個印象 來呈現大稻埕的歷史人文風情跟茶產業 這部分得到蠻多非常好的評價 那二樓的部分現在是 目前由文化局跟新芳芳建設 進行一個策展的合作 那這部分的合作 它主要有兩大部分的一個展示 前部分的話展示是 就這個新芳村茶餅進行古蹟修復 由新芳芳建設委託給專業廠商跟奇遇營造 它就修復的一些相關的工法 跟構建進行展示 這部分也做得非常好 那後部分是由新芳建設協調 植色大奧城的拍片的那個片組 它進行一個植色大奧城的一個劇組的場景的重現 跟一些它的這些服飾的展出 那三樓的部分主要是前端是 我們用文資法來跟王家做一個 祭事的一個合作的委託 就是由王家繼續來用這個公馬聽 那後端的部分由文化局 本來是要做標珠 那標珠的過程 因為這個部分廠商還很多在觀望 所以後來是由文化局做小兒採購 辦理一些茶文化體驗 那這部分也得到滿好的評價 我們來請下一頁 那在第二頁這邊要報告的是 右手邊的話是指包茶的活動 DIY指包茶活動 這個部分是在三樓 那三樓是我們委託的那個廠商 它除了做茶體驗之外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現場 它可以有茶的品嘗跟茶香 那同時會有定時間會有茶體驗 這些指包茶的活動 那左手邊的部分是在 一二樓的部分是有一個 講座跟展覽的這個部分的活動 包括說在9月24 10月8、10月15號 大概兩週會有一個相關的活動 那這部分我們特別也有請廠商 他要要求要注意說 因為二樓和三樓後面是比較屬於軟樓 這部分是有人數控管的規定 跟要求會要求廠商他要落實辦理 那截至從9月20號開館到10月19號的統計數字 目前近一個月的時間 入館人士是達到13163人 我們要請下一頁 那剛剛報告就是有關那個三樓 這個事情非常複雜 在文化局和市府這邊 跟王家也協調非常多次 那也拜這個文化資產保存法 在7月27號有新修法的公告 在文資法第21條 那文資科跟資源科和法務局 還有局裡面長官有特別 就這部分去協調應用 應用這樣一個新的法令的規定 我們文化局已經有跟王家 在就這個部分做一個行政契約的規定 那也延續讓王家可以繼續把這個 龔馬天亞的這個神主牌 他們已經在9月16號 把這個神主牌引請為這個王家 所以9月20號那天的那個開館非常的圓滿 那也非常順利 那這個部分也讓有型跟無型文化資產 得到很好的傳承 以上報告謝謝 我們議會的相關單位跟委員 有沒有提出疑問 表示說不同的說明 因為這是很特別的一個案例 新芳村 他本來過去我們文資會 最早是想要做5G的指定 後來他們一直在抗拒 後來就改變作為利監 後來又經過5月1年的私下的協調 小於大義 最終他們總是願意 來合作 來保存 因為見證台北市過去查驗 這段很重要的歷史 他也是幫助台北市發展 這個茶葉的這個產業 對台北市過去可以想說非常重要 那麼現在已經這個修復完整以後 現在原來一樓開放 現在二樓三樓也開放 那麼這是一個情形 本來國馬甲的這個無常使用 也是經過一般的增值 那本來文化局也相當 就是他的立場 後來總算是無常使用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委員們的這個建議是說 因為有形的文化製造的保存 能夠再有無形文化的活動 很有相成的一個效果 後來總算也這樣也是獲得了 有適當的雙贏的一個結果 我們也非常樂意見到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以後就看到怎麼樣去經營 那我們在下一案 報告案2 台北市南港瓶蓋工廠歷史建築及保留建物整修計畫 這個案子的話 目前主政機關是由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那在這個提出這整個報告給大會窒息的這個過程當中 產業發展局也在歷次的過程當中邀請張崑正、李斌還有原良委員幫忙做初步設計的一個審查 那今天委託單位就是徐玉健建築師這邊會就整個的南港瓶蓋工廠的基本設計 跟委員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 以上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產發掘的代表 那南港瓶蓋工廠自從把它保存下來之後 市府內部的決策就是希望將來做為一個Maker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委託徐玉健老師來幫我們做後續的整體再利用的規劃 那我們現在就請他來先跟委員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案子的內容 主席 各位委員 我今天報告就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歷史研究的現況調查 損壞狀況 修復對策整體再利用規劃 後面有一個整件後的突擊 好 那麼這個歷史的過程大概我們目前分成三個期 第一個日治時期 第二個1943到1956 1956到1967 目前我們這個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時期 那麼其中有一個就是日治時期這個部分被道路開過去 這樣一個狀況 來 那麼根據這個分歧的考證 我們第四期在這邊 根據分歧的考證 它大概就是有 目前就是有 這個不同的洞 有不同的特色 來 那麼大體上就是分成這個A1洞 A1洞是個RC兩柱 那麼雅城樓就建築了 A2這個是一個木結構的單層 那麼B洞這個是一個木航架系統 然後F洞是J洞 是RC結構 那G洞在這邊 是一個日治時期的木航架 那I洞是一個RC結構 M洞是一個特殊的 就是一個大法區的鋼結構的 那麼根據這樣的話呢 因為將來有一個活化再利用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預定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那個文化資產敏感度比較高的 將來的利用率要低 就利用強度要低 那敏感度比較低的 我們利用強度比較高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做這樣的分類 就是紅色的這個是A層級 是木結構這個部分 它是敏感度比較高 其次就是那個綠色的部分 那麼就是中敏感度的部分 那這個黃色的部分就像這個 這個 1 2 3 這個部分就是敏感度比較低 所以就這樣利用率可以高 那麼目前就是木航架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日治時代的原貌 現在裡面的航架系統類似像這樣 那麼它當然有一些構造的特色 就是它有拼板 因為它這個不夠長 但是用小料 所以它這邊都是紅色的部分 拼接的特色 來 那麼另外將來 我們預計它有一些白藝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保留舊料極大化 就是把壞的部分 就是不要用全部的重做 那麼用新料跟舊料來拼接 拼接的方式也用原來的船頭來拼接 那麼另外這個think trust 就是這一棟 think trust think trust 這個部分它的特性就是錨釘的 同時有這個 筋尾有射在血蠟感上 是它的主要的一個特色 那麼另外就是TR棟保留 TR磚也是這個案子的特色 還有一個就是RC結構 在當時是在屋頂的部分 直接用RC結構灌出一個天溝 這個也是當時的一個特色 這個當然予以做保存的那個重點 來 那麼當然有一些 過去有辦了一些文化活動 裡面有一些塗鴉 這個塗鴉也是由台北市 比較重要的塗鴉的一些團體 他們來做的 那我們準備是召開一個會議 就是藝術家來有一些塗鴉 將來在整修完畢後可以保留 就是比較代表性的 經過一個篩選的過程 不是全部 來 那麼另外就是它的問題點 現況的問題 就是它的木航架有牢區的問題 因為它是拼板 同時它又大垮距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造成白蟻侵入 從屋頂侵入造成很多問題 所以將來未來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會把它的牢區的這個問題解決 將來可以一勞永逸 來 那裡面由於有牢區的狀況 它有些脫水的狀況等等 來 那麼另外就是從屋的課題 請委員查餐 都是從屋頂下來的 那從下面上來的也有 但是它現況是 所有的門窗都已經沒有了 就是溢濕了 所有的門窗都沒有 來 那麼這個白蟻的狀況 都給查餐 來 那麼這個當然RC結構體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外牆面的 有一些震害 造成了一些腳椅部分的裂紋 那麼造成水分清淋 那另外就是 這一些補牆的策略是希望說 有這個滲水的問題 就是我們將來會在這個地方的外牆面 做一些斜向的裂紋直徑補牆 同時把伸縮縫重新新做 以避免這個大化繼續造成問題 來 那屋頂平台有幾棟是平台屋頂 這個將來我們會在這邊做很大的石頭布 避免犯了那個過去日據時代 這個平屋頂造成的問題 所以它這個地方做的大石頭布 從這邊做泛水 那麼就算將來有積水的狀況 也可以透過那個液水口可以排出 來 那麼這個是表面也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將來外牆也要做防護 否則它牆面上有水分進入 有裂紋已經有很多直升產生破壞來 那當然我們做了一些潮氣的檢測 那麼當然就是根據這個基礎視覺 基礎視覺依據 康拉拔試驗等等 用這個來做為結構補強的一個依據 來 那麼將來的活化再利用 就是叫Maker Space 就是說這個事情是未來的一個 活化再利用的一個重點 在這個點台 那麼這樣大概會做成 就是說開放市民 專業者 學院 創業者 這四種Maker Space 是不同類型的 那麼同時就是 共享資源的創業機會 動手做的DIY&Line 那麼大概有這一種就是年輕人創業 那這是採學合作的學院 叫做Fab Lab 就是比較技術開發程式 那另外就是社區友善的那種Maker Space 就是有不同類型的Maker Space 讓這個更活化 那大概空間上面來講的話 剛剛講過的就是擾動度比較低的 就是承受率比較低的 我們把做Maker Space 在這一棟 那像這個Cold Walking Space 就是擾動度比較高的就是 Cold Walking就是一些Maker 它會有互相這個狹談 然後互相這個討論 所以它不會是有高污染或者高震動 高影響的高噪音的 它不會在這裡產生就是這個部分 那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把它做成那個Fab Cafe 所以就是一些未來等於是 綜合性的活動的這種東西 像Show Space都在外圈的狀況 那所以未來 出規劃共享就是像這一棟 就是一個Maker Space的廠區 這個要我們用污染 控制在這個區域裡面 那剩下它的外圍呢 就比較污染度低 而且就是Cold Walking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連外的那個廣場 加拿來這邊是有一個 它的外面這個地方就是南港車站 那麼這邊有一個道路會連到未來的那個北流中心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外圈 都可以做城市的那個交流活動的一個狀況 都是可以開放給市民可以進入到這個整個場區 那這樣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都是市民活動的一個場所 也就是一個封閉的一個廠區變成像市民開放 都是把綠化出來這個位置來 那這個是由於它廠區分散 所以我們將來未來這個地方會有通廊可以連接 每一個分散的讓它變成整體的效果來 那這個是有一個部分是做夾乘 就是這個區域 因為它的市民開放非常高 有這麼高 那麼這個部分呢做一個夾乘 上面的空間跟下面的空間可以從此利用 從此變成一個多元化的 有展演 社交以及共同的活動在這個區域 就在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是我們目前的規劃 那後面還有那個整修的那個一個圖集呢 請委員查這樣我們快速的放一下 來 OK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平面圖再來 整修完了 好 來 好 再來 OK 火面 由於這個圖檔案比較大 就是我們放過去 就目前已經這樣明明了 所以這個資料比較多 所以沒有附在這個裡面 那至少想建議那個細部設計書圖 就是另外的那個專案小組上 好 打個責任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報告完畢 建委員指責 好 謝謝 謝謝 許委員 今天一件就是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分三大部分 一個是現況調查 第四驗格 一個是建委審壞跟修復的對策 還有第三個部分是整體在利用的規劃 然後我想對第一個部分的部分 我是想先請那個曾教授曾委員 曾天天 天天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他剛剛有很多結構的部分 謝謝 許醫師 各位美 那個杭架的部分有日式的真樹小屋 還有這個歐美這邊的犧牲的這個 Finker市的杭架 我是建議是不是把那個名詞 再把它統一一下 應該是Fink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所謂一般的合規式 Home 所以這兩個就 基本系統是來源之一 大概在名詞上把它做個修裝 以上一點 謝謝 謝謝 來一下綜合回應 主席 是 那個徐建榮先生 因為圖比較小 我看不太清楚 我想請教一下 這次修復有沒有做成那個無障礙設施 就是你的一些夾層啊 有電梯嗎 有電梯 有這樣 所以 地面的那些大概都已經是可以無障礙的通行 跟委員報告 那將來我們再送一個應應計畫 其中就無障礙設施全不要 我們都有四點 其他委員 有幾點一件 我傳討一下 第一個 對於我們講 我們新的法 對於文化資產的所謂的 OUV 它的價值 是非常要緊的 但是你們的報告裡面 你只對建築的好壞 建築的歷史去做廢棄 那這個是一個平蓋工廠 它是一個工業建築 工業建築 尤其所重要的就是它過去的生產流程 還有這個空間的目的 還有它用途 那這個部分你在修復的時候 或者在加拿來再利用的時候 這邊至少除了建築的這個價值以外 其他的價值也要去顧慮到 好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有一區 現在塗鴉 已經塗了一大步 那塗鴉現在也有先進國家 願意把文化 包括法國 包括紐約或者 這個 很多大的城市都有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管理的制度 也就是說塗鴉本來不應該在這個場所出現的 但是你為了我們目前的實質 這個實質所需 可以讓它出現 但是要有條件 萬化一下就塗 所以你一定要規定它只能塗在哪幾個地方 還有像國外他們也有規定 就是你塗鴉可以 等下說我規定你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你就要自己清理掉 那我才有不斷的變化 不能說每一個好我就要留下來 但是留下來以後就沒有了 這個辦法是不是能夠在這個以後管理會不會吧 能夠做一個說明 另外一個 聽說你這個計畫裡面講了很多對於潮濕對於防水等等 但是有在你這個報告的應該第17頁 17頁你說這個對於以害用這個強身阻絕袋來做 但是這個強身阻絕袋來過去太多事斑例子 所以主絕袋就是在這個牆底下裝好個洞 然後你埋了藥下去 但是白衣很聰明 你只要有一個空氣都要去上 還有一個就是說你裝了太多的洞 對於結構來講也不是好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用這個非破壞性的來處理 如果在這個地方 因為四周的道路四周的發展都已經填高了 所以相對變得很低洼的地方 那你對於低洼的地方 你這個地下上升的潮汽 需要做一個處理 否則的話這個尤其這個木造房子 就是很快就潮濕 這七點是不是請做一個檢討 以上謝謝 那你對於其他疏忽對策 怎麼會再利用呢 王委員 要我們進來 所以是不是請其他委員先 好 那蔡衛 當然這是一區 有建築物 然後有牢的 有比較新的 那我想你剛剛那些設定 我覺得是合理 那當然 這裡修完以後也知道未來怎麼使用 在你的報告裡面也蠻強調 建築物之間的空間 不管是這個 變成室內或搬戶外 戶外等等 那在配置上 這方面的說明比較少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補充 那另外就是 這一區裡面 事實上現在有周邊環境 那是不是能夠呈現一下周邊環境 跟對未來周邊環境的建議 所謂建議也不見得是建議 譬如說北邊這條路 若是市政府的規劃裡面 它有行道數我就把它放進去等等 意思就是說可能可以檢驗一下這個 本區跟周邊環境的界面 那 有些當然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可是如果有的話就可以 謝謝大陸 謝謝大陸 大概幾個建議 第一個是延續剛剛薛老師其實提到的 就是有關日本時代軟木工廠跟戰後的平蓋工廠 這兩個因為是產業建築 我覺得那個軟體的部分 以及生產的過程跟外部交通動線的連結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在操作上 即使現在只剩下建築物 但是我覺得在設計上 如何把那個特徵呈現出來 這件事情我覺得需要被加以強調 第二點是我們全區裡面 可能需要有一個空間被安置 就是一個常設的歷史記憶的場所 那空間的這個部分 我建議應該要納進來 那最後一個就是除了建築物之外 那個區內的歷史性的植栽 可能要做一個過濾 然後跟我們再利用的那個設計做一個結合 以上三點建議 問一下原來的這邊的生長線的那個 極濟類的都沒有留下來嗎 或者怎麼利用 或者再回來 或者有一部分回來 有沒有計畫 另外一個 這個不是單純的一個選擇空間再利用 這個很重要是那個液晶器外觀很像空廠 那樣的景觀很重要 所以那個新的建築加上 或者新的設施加上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一下這個外觀上的那個 一看就是歷史的那種感覺 我的意見以上 這些一看就是 TBwVIndia 因為你們過去有很多構想 捐某某某某某某某就不是周邊 沒有計畫 第七博材計劃 沒有意見 因為這個案子我為什麼要請教這麼多的委員 因為這是公民團體最矚目的案件之一 因為在上一次他的議會裡面 一直在抗議 說市長不重視 包括有幾個案子 家和新生等等 我想這當中有很多這個 好叫做誤會 所以我想請議會黨委員 務必把今天的委員 對你們的報告案的意見 希望有一個回應 做一個紀錄 因為這是將來議會對公民團體說明 就表示委員們的參與跟意見受到重視 你們也曾經舉辦過公聽會 對吧 所以要把這個要有回應 在你的報告書都要有回應 人家這個 反應的意見要有適度的 因為在這個公民團體就講說 怎麼溝通不夠了等等 他也打電話給我說 我說這個案子都已經定了 為什麼還要歡案 所以我只想這個可能是在溝通比較不足 那家和新生本來都是計畫 它本來就是一個避災公園 後來已經又新增加了 他們公民團體還是不滿意 還是一定要叫歡案 所以這個的確 市政公共這個政策 現在不太容易 因為這個就是溝通 所以希望能夠有適當 你一定要在書面上 你這報告書 要過去曾經你們舉辦過這個奏章會 所有的意見 你們都反映了 那麼習先生他很有經驗 所以對這個事情的這個處理的回應 應該是這樣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希望做這樣的建議 因為這個是報告案 希望能夠有一個完整的 請這個委員的這個意見也能夠有書面的 讓他回去 好 能夠做緩應 將來報告書裡面就緩應在報告書的這個回應 審議案1 中正區衡陽路2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審議案1 中正區衡陽路21號的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這個案子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第17、18條 以及古蹟指定及費值審查辦法 以及歷史建築登陸費值審查辦法 及輔助辦法的規定辦理 那這個案子的基地是位在 中正區衡陽路21號 也就是城中二小段216、217 這兩筆地號的土地上 土地和建築物都是私人所有 本案在103年的時候 由所有權人提出申請 要辦理這個文化資產價值的鑑定 那文化局也在103年的4月14號 辦理了專案小組的會刊 會刊的結論是 本案佔於維持劣策 那請申請人要去補充本案的歷史 或去所有權人資料 以及產業經營的歷史和外觀等等的資料 那提供專案小組在辦理後續的會刊 那在105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本局接受到那個 建築士工會建造執照審查的寫審室的會辦資料 發現說這個案子 它要來申請一個建築執照的補充 那我們才去查出說在103年的時候 這個文資建立的程序 因為所有權人在之後 都並沒有減付相關的資料來辦理後續 所以這個程序並沒有完結 那也去比對了 會當年103年的會刊的照片 以及在105年的會辦資料 發現說 建物的例面狀況其實已經有明顯的差異 因此我們再一次的辦理文資審查的專案小組會刊 去確認這個建築物價值後的情形 那目前這張照片就是103年4月14號會刊的時候的建物現況 那文化局在105年的8月25日的時候 再次辦理了衡陽路21號的 文化資產價值專案小組會刊 那專案小組的成員有包括李委員 薛委員 蔡委員 詹委員 詹委員到現場去會刊 那會刊的結論是 這個 委員綜合討論一致意見為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建議解除列策 那專案小組的現刊建議 也在今天就是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 來提送文資會審議委員 委員會審議參考 那各個專案小組的摘要的意見 參考如以下的這四點 那這個是當天會刊的時候的照片 就是第一張是這個建築物的正立面 它的立面的材質已經和103年有所不同 那室內的空間也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旗樓和立面的材質的部分 那這個是衡陽路的整個街景 那建物在這一棟 它就是在那個 衡陽路和重慶南路口的郊口的附近 那本次會議就是 本案你請同意依照105年8月25日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建議 就是中正區衡陽路21號建物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 本案建議解除列管 提醒討論 那麼這會的專案小組的建議就是不指定古蹟 也就是登陸這個例件 本案解除列管 那其他委員 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今天有沒有這個權力關係人 這個列體 有沒有 有發開會同志站 但是他們請假 沒有來 他們請假 沒有來 代表是說他們沒有不同的意見 對 那我們反而就可以確定就不列入 不指定古蹟 我可以說明一下好了 為什麼我們當時建議不願地解除列管 第一個 它的屋頂已經改成乾垢 然後它的內部隔間全部打雕 跟那個大同間 外面的材料也改變 所以人貌完全不見了 所以這樣子去指定的話 沒有太大的意義 沒有太多在地上 對 太嚴肅 所以這些人 實際上這個都是後來做的 對 人貌也不完 這個空間比較大 它把所有人的模仿 那我們本案就建築 就排除這個列管 好 我們下一個案 審議案二 北投區 關渡安部地區考古視覺評估計畫書審查案 提起審議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一條 以指發掘資格條件審查版法辦理 辦理情形一 第一 行政院環保署淡水河北側沿沿河平面道路工程 淡水河北側沿沿河快速道路第一期工程替代方案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會議中決議 請新北市政府興建工程處於關渡安部區域道路兩側適當位置 辦理考古視覺工作 以研判遺址的範圍是否延伸至安部的區域 第二 新北市政府興建工程處 序於105年9月6日來涵請本局協助審查 關渡安部地區考古視覺評估計畫書 以例推動後續環評的作業 計畫書詳附件一 第二到第十九頁 第三 本局於105年10月5日邀請李委員匡立 趙委員金勇組成專案小組辦理關渡安部地區 考古視覺評估計畫書出審 結論 請新北市政府興建工程處 依審查委員意見進行計畫書細部修正與資料之補充 含送本局後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文會審議 附件二 第20至21頁 第四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一 本案是以個人或機關機構申請相關資格審議以說明 第二點 計畫書內容無法說明計畫工作之具體 地理位置 經費概算 第三 計畫書第三頁最後兩頁全面採集 因不包括後面之生態遺物 並以說明圖廊及水洗部分如何抽樣 第三點 探坑規劃圖過小 無法明確細部之規劃 以指說明意味盡相識 第四點 出土文物一計畫內容指出 將暫存農門公司 請確認是否有足夠的空間 第五點 減覆 關渡安部地區考古視覺評估計畫書修正的版本 該圖是關渡遺址分布四一圖 此為此案呢 視覺坑位的位置 而我們跟本府有相關的一個坑位是 在北投區關渡段第三小段五三七第一號 此圖是視覺坑位的局部放大 接下來由本視覺計畫書 計畫主持人 顏廷宇博士進行簡報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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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下一頁 本計畫是根據文資法的第51條的規定 以個人申請 那跟遺址發授這個條例的第6條的規定 減付相關的一個證件 這個計畫的路線全長是5.4公里 計畫是北起台二線到台二線的這個區段 那遺址這個目前的一個申請 主要是在關渡岸部的一個部分 那關渡岸部的一個區域 它的南側區域剛好是關渡遺址 然後等一下說明這個遺址的狀況 下一頁 這是關渡岸部的一個區域 跟整個計畫路線的一個狀況 下一頁 本計畫是根據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的一個界定會議 需要針對關渡岸部的一個地區 進行考古視覺的一個評估工作 下一頁 這是整體的一個工作的狀況 從88年到目前是105年申請 那在座的李委員 之前做過這個遺址的一個 視覺的一個調查報告 然後之後在99年的時候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認為關渡岸部的地區 可能還產生有五化城的這個區域 進行視覺 下一頁 關渡岸部遺址 它遺址範圍主要是包括在馬街護校 還有基督教神學院跟關渡宮一帶 那主要是在目前預定要發掘區域的 南側的一個頂端到斜坡的一個地帶 那這個遺址其實是在1911年的時候 身頭之部就發現的一個遺址 那之後其實陸續有很多的一個報導 那1943年的時候 其實曾經由金官丈夫跟國芬之一進行視覺 那遺址的一個範圍呢 其實目前其實大部分都是現代建築以外 還有墓園還有綠地 那整體的一個文化城 包括大部分文化晚期 一直到13行文化晚期的 各種不同文化階段的一個 重要性的一個遺址下延 那這個遺址其實在民國88年的時候 在進行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的時候 曾經進行視覺的一個工作 就由在場的李委員進行的一個視覺 那調查結果在神學院的北側 聖井路旁邊的斷面 有發現陶聘跟石斧 並且在神學院的內側 其實有當時視覺的兩個探坑 研究結果當時並沒有發現到 原堆積的一個文化城 都是屬於二次堆積 並且發現晚禁的一個文化遺物 混雜在文化城內的一個現況 那這個是當時出土的一個遺物的狀況 下野 那這個遺址是當時掛射的一個 關渡遺址的一個位置圖 那當時的發掘的一個地層堆積狀況 下野 那在民國99年的時候 中國工先生進行的 第一階段的一個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 那當時他的結論 其實除了在原本之前發現有遺物的區塊 也能讓發現有遺物出土以外 他其實比較主要的是 他認為在計畫路線的南段 終點前就是穿越加東角遺址 跟關渡遺址之間的一個安部地區 可能還產生有文化城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其實也就是 現在台二線經過的一個區塊 例如說他當時的一個評估 認為關渡遺址當 台二線在當時切穿的時候 有可能是切穿了關渡遺址 通往連接到加東角遺址 這一個整個環坡地然後才建造成現在的台二線 所以他認為在台二線的南北兩側 可能還留有小部分的一個文化城 下一頁 因此我們這個計畫的一個視覺工作 主要針對紅色的區域去做發掘 黑色的部分是關渡遺址的一個範圍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計畫路線 並沒有到達關渡遺址 其實在關渡遺址的下方略微的一個穿過 那其實北側區域是加東角遺址 也就是說之前台二線在穿越這個遺址的時候 如果這個環坡地是連續性 跟加東角遺址的環坡是連續性的話 那就有可能在對面的這個環坡地 可能還產出有部分的文化城 因此我們在探坑規劃的時候 下一頁 因此本計畫預計進行計畫道路穿越 穿越的一個區域周遭 也就是關渡遺址後方的台地緩坡地 以及道路對面的一個邊坡進行考古視覺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針對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針對關渡遺址 最臨接關渡計畫路線的一個區塊進行視覺 那另外一個就是針對關渡安波的地區進行視覺 下一頁 那這是目前關渡遺址的一個現況 可以看到線地表其實有很多現代建築的一個狀況 下頁 那我們的發掘計畫概要 下頁 我本人 顏廷玉 目前這個計畫是以發掘資格條例的51條的規定 進行辦理 下頁 那這是相關政務界 下頁 那我們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確認關渡安波地區的一個 文化城堆積跟保存狀況 以確認本計畫路線是否可能影響到地下的一個文化資產 那在針對以上的研究結果 提出本計畫路線的施工工程 針對本儀式遺址的一個文化資產維護 跟減清對策的一個建議 下一頁 那研究方法 由於關渡安波地區其實現在是交通非常繁忙的一個主要道路 那沒有辦法在道路的中間進行視覺 而且這個地方其實也幾乎都已經 因為早期監測道路的時候都已經破壞掉 因此我們初步規劃是針對關渡遺址的周遭 進行三個二成二大小的一個視覺探坑 那這三個分別的一個土地所有權均以取得 一方面是確認本遺址 周遭計畫道路穿越區域是否還有文化城 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去確認 中陸方先認為本遺址可能還產成 有文化區域的這個關渡安波地區 是不是能安有文化城的一個流程的一個狀況 好 下一頁 那這是目前預計進行的三個視覺探坑 也就是說這個台二縣的南北兩側 那這個地方其實目前是景觀的一個植被 那我們希望選舉比較可能可以挖到 景觀植被下面的一個圓堆積的地層 確認是不是有文化城的一個殘存 那另外這一塊土地是我們取得同意書的一個土地 那因為關渡遺址的一個範圍其實是在比較上方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土地地號 最接近關渡遺址的一個位置進行視覺 那這個位置其實就我們調查來看的話 也是有可能有殘存有文化城的一個區塊 那另外一個是計畫道路穿越的一個地點 我們進行考古視覺的工作 下一頁 那田野研究方法就有主要發掛地表調查 人工視覺探探跟考古視覺 以及後續的一個室內資料的一個整體工作 跟報告書轉型 下一頁 那我們計畫的期程是六個月 然後就是主要是核發發掘許可之後 再推進其他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工作 下一頁 那其他相關的一個委託單位需協助的一個工作 幾乎都已經進行 那發掘期限也就是我說的六個月 那經費的來源也四溪的 四溪工程的一個委託計畫 然後另外就是連續性的一個發掘 這並不是連續性的一個發掘 只是執行一次性的一個計畫 下一頁 那這是本計畫的一個經費評估表 請委員參考 下一頁 那發掘的一個申請就是第一次申請 那由於這個計畫在申請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人遂人申請 因此我們的出土的遺物標本是放在龍門顧運公司 那因為這個計畫第一個是發掘空位非常的少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評估除了在緩破地的那個探坑 有可能出土文化層以外 其實其他地區出土遺物的一個可能性其實比較低 那遺物的一個數量應該也不會太多 所以以這樣子的一個保存中間應該是足夠 下一頁 那這是相關的一個參考書 募請委員參考 下一頁 那這是土地取得同意書的一個相關文件 管理人的一個同意書 下一頁 這是出土遺物保存場所的一個相關資料 下一頁 那我的報告就到此 進行指教 謝謝 我們今天這個委員會有特別請到兩位先生 專家委員 特別要提供法會的意見 第一位是趙教授 趙金勇 第二位是李匡帝 那麼現在我們先請趙先生 謝謝主席 那大體上我認為說這項修訂板都能夠回答了 前次預審的一個專案小組與審查的一些意見 那我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意見就是說 希望後續的工作能夠整理這個地區的既有一些土資 能夠釐清所謂關渡安部的長期來的地形變化 與靠谷移植地形地貿變遷的一個關聯系 那以上就是我一點意見 謝謝 好 再一次 主席 李匡帝 中央院救援 事實上各位知道 我在民國88年就開始已經做過這個樣子的一個案子 那我長久以來我對這個案子 現在要不要做 我都蠻有意見的 那當然 現在做了那麼多次 那這些做的到底會不會影響移植的 不會影響移植的保存 事實上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 好 那當然 我現在所瞭解的工程單位 是被要求來做這個區塊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現在就只針對這個右手邊的那個 北邊的跟南邊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正南北的 那兩個坑位的這個發掘有沒有它的必要性 它的發掘是不是能夠 如果針對我們工程開發上面的一個影響作用 我會在這邊提出來 請這個 當然不是有事政府 應該是說請委託單位 詳實地跟環保署那邊去查頓 否則的話 花了很多的力氣 做了 很可能又被要求說 你要做另外的一個發掘 以上 提供參考 這個委託單位的最重要是世西工程 是嗎 那世西工程 說明一下 主席 各位老師 大家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區塊的發掘 主要是因為環保署在範疇 在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範疇界定會議的時候 要求我們去針對於說 關渡安部這個區塊 是否有文化層的存在 要去做一個釐清 那我們現在是考量到說 因為現在整個關渡安部地區 目前現況是交通房滿多的台二線 我們也沒有辦法為了要做區域調查 所以把整個台二線封閉起來做視覺 因此我們考量到說 因為這個區塊是南邊有關渡遺址 那北邊是前東角遺址 那我們會在這個安部的地區找一個適當的地點來做視覺的工作 那目前我們可以拿到的土地中 比較適合的就是在整個安部地區的北邊 就是現在公園用地還有南邊斜坡的這塊地 那我們是建議在這兩塊做視覺 那另外我們也選擇一塊是我們整個計畫道路會通過的範圍做一個視覺的調查 那我們希望說藉由這三個地點的視覺來釐清說 這整個關渡安部這個地區的下面是不是會有一個文化層存在 那這就是我們委託來做這個視覺的目的 那以上說明 那視覺的結果對你們工程有什麼影響 一個是我們必須要 因為環保署要求我們做辦理 那所以我們要做也是依據文治法的規定 我們要釐清說我們這個工程的範圍之內 是否會有文化層的存在 那如果是有的情況之下我們要提出因應對策 那主要是釐清有沒有啦 那有的話我們要提出對策 沒有就沒有問題 其他這個委員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個 因為公共工程的關係 可能如果碰到這些疑似遺址 或者是有文治的這樣的必須要去考證的疑慮的時候 基本上當然我們可以配合啦 不過就是因為它的這個工程的目的 如果是國家重大建設當然我們沒有條件 我們一定會配合 但是在你這個考古的過程裡面 如果有發現說 發現說有些真的有像這個 過去的這些歷史的紀錄的話 那剛剛主席也提到了 你這個工程你的因應對策是怎麼樣 是不是就這樣子要改線啊 或者是要停工啊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今天又去討論是還很久了 不過主辦單位 世襲公司這樣子的回答好像還是還沒有把它講清楚 如果說萬一真的視覺有發現說這些 世子文資的身份在那邊的時候 那應該有什麼對策啊 這個可能要弄清楚 不要說我們今天準了以後到時候又說 那你已經準我們去做挖曲了 那是不是說就要配合你們 我們就認定這個地方 他又去做這些文資身份的認定啊 什麼一大堆的 這個會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所以還是要把那個 你們未來碰到這樣的一個情形的時候 到底會怎麼樣來因應 這個讓我們了解一下 謝謝 那個李斌李委員有什麼高興 沒有 他們是國外 謝謝 謝謝 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那個 這個我其實延續剛剛李匡基老師的那個 所提出來的那個意見 就是對我而言 第一件事情可能有一個訊息在圖面上 第四頁 簡報第四頁的這個部分 因為視覺坑的挖掘基本上 其實顯然需要跟我們的工程之間有密切的聯繫 那視覺坑的挖掘才會一方面解決未來施工過程當中的疑慮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概了解一下過去所不了解的這個現場的狀況 那這張圖裡面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的視覺坑大概有三個 對不起 就剛剛那張就好 設了三個點 一個點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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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這一個計畫的 道路的計畫的這個快速道路的範圍來看 顯然剛剛李老師提到的兩個 這兩個 基本上跟未來的那個道路的施工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一點關係都沒有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其實是為了了解過去 但是我覺得它的急迫性可能不在這個現在的狀況 那對我而言就是其實 其實是想要挖然後就挖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是 好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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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